干锅鸡翅虾玩的都很爱吃 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做不出的外面 关自头的味道 其实非常的简单 今天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家常般的干锅鸡翅虾哟 首先我们把鸡翅吃 盖个刀方便它入味 鸡翅一定要对破切开 才方便它入味 倒入鸡翅直接撒点红烧粉 虾子也撒点红烧粉 麻雅粉煎出来了这个鸡翅 跟虾子才更香更脆 锅里面撒毛毛盐 放鸡翅下去煎 就这样子的顶线不要去哈它 把鸡翅剪到两面金黄 用神余的药把虾子炸一下 开始炒料 放姜蒜 花椒跟辣椒姐 煮干锅鸡翅虾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干锅酱 每次煮的时候你就放上那么一勺 人和烟味 鸡翅条味料都不用再放了 炒香就可以 简单又非常的方便 这个口味的话主要是酱香浓郁 非常非常的香哦 把鸡翅跟虾倒进去 翻炒均匀 哇塞 好香啊 让这个酱哈 锅满了每一个鸡翅跟这个虾子 林林这么多年一直在用来订点他们家的这个干锅酱哈 很多粉丝都跟同国在炒 味道相当的巴适 一大瓶是500克的性价比更高 可以用个几十次 每次煮菜你就放上那么一勺 简单又方便 家里面常备一片 下方小车车就有林林的同款干锅酱哦 配料就是洋葱青红条椒 翻炒均匀 哎呀好有食欲 你看太香了吧 平时你还可以超过干锅排骨 干锅大虾 干锅猪脚 哎哟 味道都是巴适的很哦 相当的正宗 做出来就是我们四川滴滴道道的干锅系列 撒点芝麻就搞定了 简单又方便 哎呀太香了 哇塞 又香又辣 干锅鸡吃下来咯 香辣锅一定哦 干锅鸡吃下 你们也跟着林林试试吧 自己在家里面哈 有啊这个干锅酱 就收回所有的干锅菜 强烈推荐你们自己在家里面试试哦 这个还有等会 过来 我就 先票